他们说这个鱼尾的位置有点拼不太齐 对啊 拼不齐 那拼不齐 那我这个不 如果拼不齐 那工商到最后也去 我当时第一次他说不起的时候我就讲了 我们店里如果是说能找出一片鱼 有一片鱼的都算从他上取来的 在镜头前支支吾吾 说不清楚的男子 是杭州某家千岛湖柴回饭店老板 前段时间 求助人卢先生在这家饭店吃饭 可是却发现五斤多的胖头鱼 缺了一块最肥美的鱼端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饭店偷工减料 事情后续又会如何发展 据卢先生说 他带着几位朋友 来到一家名叫千岛湖柴火鱼的饭店吃饭 他点了一条五斤三两的大头鱼 也就是胖头鱼 四十八元一斤 饭店里的鱼都是先杀载主 等到服务员把鱼蹲上桌的时候 给鱼下锅动作引起卢先生的注意 因为服务员的动作非常可疑 卢先生想到饭店可能会存在 偷工减料的情况 就想把鱼捞出来查看 但是服务员却一直阻止卢先生 所以他就更加怀疑 鱼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对于卢先生的说辞 服务员却说没有不让胖鱼 当时他的意思是盖着盖子烧一会 鱼熟得快 他不知道卢先生是想看鱼 因为你当时可以讲的 是不是 可以讲我就可以整个鱼可以拎起来的 是不是 你何苦再后来再讲 是不是 在饭店工作的厨师表示 煮鱼的盆子确实不能放进一条胖头鱼 所以他们在杀完鱼以后 会在鱼的身上切八刀左右 把鱼叠起来 下锅的时候 与手尾折叠在一起 后来他走掉的时候 我让扫子呢 翻开的时候 像一个扫子 翻不开这个鱼头的 比较重 等到扫好了的时候呢 我来准备找一个这个盘子 跟这个再拿一个勺子 两个勺子一起弄 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拼不起来了 我也是尽量跳 真的是跳不出来 就煮烂了 卢先生说 因为服务员的那个动作 他们还没吃就开始怀疑鱼的重量 但是因为鱼已经捞不起来 朋友突然提出一个主意 可以吃完鱼以后拼鱼骨头 却没想到真的缺了一块鱼端 而且是最肥的一块 卢先生朋友告诉记者 我当过厨师 而且是有证的 因为我厨师的经验 哪怕在那个的鱼 在煮的时间长的鱼 鱼骨是不会变形的 听了卢先生朋友的话 记者询问到是不是漏吃了一块 或者是鱼骨掉在哪里不知道 面对质疑 卢先生斩钉截铁的回答 没有绝对 市场监督官员过来拍出所 都捞了过了锅了 锅 这个全城市 他们也是 那个店里面都有监控的 不可能 没有 我们保持在一直坐在这边 等到市场监督官员 才来的时候 我们才动身的 按照卢先生朋友所说的办法 他们吃完鱼以后 把所有的鱼骨 全部放在一起 开始拼合 拼合所有鱼骨以后 发现真的少了一节骨头 为了更加直观 卢先生把他拍的照片 展示给记者 非常明显能看出来 鱼头和鱼身 中间这一节拼合不起来 难道真的是饭点 投工减料 饭点方知道这一情况后 老板立刻出现协商解决 他表示 他们的鱼都是限杀限柱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并且直接带着卢先生 去收银台查看监控 可是不巧的是 其余的案板正好被冰箱完美遮到 这下真是有理说不清 在这里工作的厨师也纷纷表示 双方都没有说服谁 后来在市场监督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他们重新进行了拼合 卢先生把对比鱼果的现场提供给记者 当时厨师把同样重量的鱼从中间切开 开始对比两份鱼骨头 这一段是可以拼合的 对 那这个鱼尾拼合 这一段也是拼合的 对 鱼尾这一段 鱼尾这一段的话 拼不了 这样的啊 我们老板你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这个 切口 这边的切口啊 跟这边这个切口对起来 实际上的话 本来应该不太像 我们认为也是不太像 不是太像的 好吧 上面一段是 上面这一段就没了啊 这一段是没了 这一段 这一段 究竟怎么回事 最费的一部分 这个鱼 我们现在这样有对比的时候才有伤害 这一段尾巴 可能不是这条鱼的 现在这个尾巴 我去你们后厨 这一块没了 在工作人员对比完鱼骨以后 确实发现有两处问题 首先就是鱼尾拼不上 像是另一条鱼的尾巴 然后就是缺少那块最肥的鱼端 眼看老板回答不上来 工作人员提出要去后厨查看 最终并没有发现有被藏起来的鱼块 但是对于卢先生桌上的这条鱼 老板已解释不清楚 他们说这个鱼尾的位置有点拼不太齐 对啊 拼不齐 那拼不齐 那我这个不 如果拼不齐 那工商 到最后也去 我当时第一次他说不起的时候 我就讲了 我们店里如果是说能找出一片鱼 有一片鱼的 都算从它上取来的 记者找到市场监督管理所的陈队长 他表示当时拼借鱼骨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而老板确实解释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陈队长也表示 虽然两条鱼重量一样 但也不能通过单纯对比鱼骨的长度来定论 随后 为了帮助双方解决这件事 饭店老板决定给顾客免单并赔偿500块钱 但是卢先生没有同意 我们不需要他的赔偿跟免单 陈队长说按照现有证据并不能立案 但是他表示会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对于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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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